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K大叔 那今天就來到這個四平街番茄牛肉麵樂麗店 為什麼我今天會這樣斜斜的拍 因為我這間店的前面停了一台貨車 所以我沒有辦法取到正面的樣子 那就只能斜斜拍他的招牌 正面是這樣 右邊的話是主面區 進去是L型的用餐區 這個是他們的招牌 4平3C刀削麵 營業時間在這邊 上午11點到下午2點 晚上5點到8點 就是在這邊煮麵這樣 菜單在這邊 價錢看起來就沒有很平價 好,剛剛我有上網查一下Google的評論 然後是4分 應該算是有名的店了 好,那菜單再照一次 好,那如果說你是愛吃牛肉麵的朋友 你就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這樣 好,那我就直接從最貴的吃吃看 原本想說點個蔥油餅 還是200 只有160加40也是200 那就直接點 這邊的招牌試試看好了 好,那放這邊嗎? 櫃檯 好,先解嗎? 吃完再解 好 那麵有分粗麵或細麵嗎? 沒有,刀削麵 刀削麵,好OK 謝謝 那全家這間店已經開多久了 兩年多了 兩年多,謝謝 好,那背景的音樂很大聲 然後醬料區的話就是有這個 辣牛油跟酸菜 小菜區的小菜 目前看起來沒有很多種 好,就這幾樣 好,那這邊牆上有一個 這個牛骨頭的樣子 好,那這邊也有 應該算是這個店的招牌 好,那這邊就寫著 四瓶番茄牛肉麵 好,那這個就是這邊的上單 我就直接點這個 牛三寶試試看 感覺上應該是不錯 然後我準備好兩個佐料 就是辣牛油跟酸菜 那等一下要加到麵裡吃吃看 等一下我會先吃原味的 好,那它就 講它的麵體就只有一種 就是刀削的這樣子 好,那現在這個牛肉麵就好了 好,那現在這個牛肉麵就好了 就是這裡的招牌 番茄牛三寶 好,看起來不錯 好,還滿大碗的 好,那現在就喝喝看湯頭 湯頭應該是不錯啦 好,那油亮亮的 應該是有用牛骨湯 好,喝喝看 嗯,喝起來味道很溫和 就是有這個 番茄跟牛肉的香味 雖然我說的是廢話 好,那就如畫面看得到的 就是 湯頭還滿不錯,滿甘甜的 甘甜是來自於這個牛肉跟番茄的味道 好喝 嗯,好喝 好,這個牛筋看起來好像不錯喔 好,不過我這樣夾的時候 會感覺到它比較硬一點 好,那現在吃吃看 好,這樣你就可以看到它是 稍微硬一點 好,牛筋比較硬一點 嗯 好,牛筋比較硬一點 差不多跟一般的這個 哈哈 垃圾車的聲音啦 這個羅大姐說它這個 常常 在影片裡 我的影片裡 聽到這個垃圾車的聲音喔 這個就是台灣 特有的這個垃圾車的音樂 對 好,那可以順便聽到啦 然後這個牛筋的話 就比較硬一點 要怎麼形容這個硬度咧 大概就像是這個 牛肉還沒有燉軟的感覺啦 那種感覺 要稍微攪一下 攪幾下才會 才會咬斷 好,那應該就是這邊的特色啦 牛筋稍微硬一點 好,再來這個是牛肚喔 好,吃吃看齁 切得滿寬敞的 嗯 那燉煮的就有入味啦 那這個牛肚吃起來比較軟 好,那吃吃看牛肉喔 牛肉大概就長這樣喔 切的就是 算是普通的寬度啦 這看起來好像有軟 嗯 哇,牛肉倒是燉的滿軟的喔 原本我是想要選牛肉來吃 牛肉倒是不錯喔 喔,這塊切得滿厚的喔 哇,很大塊 然後就是有燉煮入味喔 但是它就是那種 從畫面上可以看到 它就是不是那麼死鹹的那種感覺喔 然後它也可以吃得到這個 牛肉的清甜味 我覺得還滿不錯的 切得滿厚的 滿有嚼感 就是 滿有嚼勁的喔 嚼幾下這樣子 那個牛肉的鮮甜味就會跑出來 不錯 好,再來是麵啦 麵就是刀削麵 嗯,好吃 好,如果單薑的分數的話 我會給85分 還不錯 喔,這樣就是一個很清爽的湯頭啊 好,那就把這個辣牛油加進去喔 基礎的話 基礎的分數就覺得不錯喔 看它適不適合加這個辣牛油跟酸菜喔 好,那個辣牛油聞起來的味道 加熱之後 有一點像是那個泡麵的那種 辣牛油的味道喔 感覺上 好,第一次加了 也不曉得這樣加是 是剛好還是太辣 然後現在喝喝看喔 它整個就變紅通通的了喔 嗯 嗯 它這個辣牛油有一種藥材味喔 然後喝得出來的是有 辣椒跟花椒的味道 味道還不錯 那加了之後就會變得比較油一點了 要注意喔 嗯 還蠻香的喔 如果你喜歡吃辣的朋友的話 加辣牛油會比較好吃 好,那我因為稍微會喜歡吃一點小辣喔 所以這樣子就更合我的口味 就看個人喔 加跟不加都可以 好,那刀削麵就是一個很粗獷的感覺喔 嗯,好吃 好,那還有一塊牛筋 嗯 但是它牛筋沒有很軟喔 我已經說明了 然後可以看得到這個番茄喔 然後還蠻好吃的 嗯 嗯 好,但是蒜菜加進去之後是比較吃不出蒜菜的味道了喔 嗯 感覺比較吃得出來的就是這個番茄牛肉 還有這個辣牛油的味道 所以酸菜我覺得加了也沒感覺啦 或者是你要加很多會比較有味道 嗯 嗯 好,蠻好吃的喔 分量還蠻足的 然後它這邊還有這個泡餅喔 蠻特別的 下次我也許吃吃看泡餅 好,那個人感覺牛筋比較硬一點喔 所以如果說 如果怕這個牛筋太硬的話 我建議你就點牛肉麵就可以了 它那個牛肉還蠻軟的喔 牛肉跟牛肚都還蠻軟的 就牛筋比較硬一點 就牛筋比較硬一點 還蠻多塊的啦 還OK 然後都切得還蠻寬的 這個你就看得出來它比較 燉的比較軟 好,那現在剛剛就看得很清楚了啦 就大致上是這樣 然後就吃到爽爽爽這樣喔 嗯,好吃 好吃 然後現在天氣蠻冷的喔 最近這個天氣變得有點像冬天一樣 十幾度而已 然後這樣辣辣的吃喔 覺得還蠻過癮的 好,好吃 好,那就差不多是這樣了喔 好,口味還蠻不錯的喔 好,口味還蠻不錯的喔 可以推薦各位朋友來吃吃看 以番茄牛麵來講還蠻好吃的 好,加拉之後分數是90分 好,那這個番茄的味道還蠻濃郁的喔 好喝 好,那最後是這一間店的名片喔 四瓶街番茄牛肉麵樂麗店 好,口味還蠻好的喔 然後這個份量蠻足的 好,那後面的話是所有的品項的這個菜單喔 小菜單 那個人覺得就是 像我吃 因為我一天才吃兩餐嘛 吃的還蠻多的喔 那 他一份這樣子我就吃得很飽了 你不需要再點別的東西 點一個主餐就好了 除非說你兩三個人啊 你再點一個小菜大概就差不多了 那份量蠻足的 好,覺得口味不錯 然後 單吃跟加拉都還不錯 我個人推薦是加拉啦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掰掰